要出市? 中共抄出習近平這段敏感講話 威懾中共 澳洲將蓄資10億澳元 添置新色水淚 大年初一 中國多地事故頻發 多人傷亡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蓉 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進入2023年 中共反覆強調從嚴治黨 政治紀律等 有學者認為 中共今年陷入上下一齊瓦解的困境 大事不妙了 中共中紀委主管的紀檢監察雜誌 2023年第一期發表文章 題為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 其中就有多達28次 提到紀律兩個字 特別的是 文章明確寫明 在中共所有的紀律和規矩之中 第一位的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要拿著政治紀律這個綱領 而在各國政治紀律之中 文章有強調 兩個維護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這篇文章 還罕見引用習近平在2014年所說的一段說話 習近平當年說完這段說話之後 沒有幾天 除罪口案就宣告偵查終結 而送審查起訴 習近平這段說話是 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 幹部在政治上出問題 對黨的危害不压於腐敗 阿波羅網認為 中共中紀委這篇文章 言辭罕見而且直白 意思就是要以所謂的黨紀 來維護習近平的所謂權威 中共全國兩會越來越近 越來越多信號顯示 中共多處的環境越來越動盪 資深傳媒人顏淳歐1月23日 在面書發文向網友拜年 同時針對目前的時局點評說 今年中共大事不妙 面臨官民離心 上下瓦解的困境 顏淳歐提到 習近平在最近的紀委會議強調 從嚴治黨 實在是個不祥之兆 因爲之所要要從嚴治黨 當然是因黨內開始出現失控苗頭 不治黨就會由內部先瓦解 習近平在會上 要求刀刃向內刮骨療毒 猛藥虛窩 重點治亂 句句都是對各級官員的嚴詞恐嚇 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顏淳歐說 習近平這麼擔心 是因目前中共各級官員 都與中共離心離得 起因有四個 首先是習近平執政十年 在內政和外交一再失誤 每次失敗都加深中共的執政危機 你要定於一尊 你又一再失敗 誰還有信心跟你走下去 同時中共中央沒錢了 收買不到人心 各級官員早年 個個都盆滿撥滿 現在沒有油水了 一年到刻 還被中央巡視組壓迫 稍有不慎 就抄家滅滿 誰還會跟你賣命 各級官員都有離心的第三個原因 是現在百姓很難管 經濟不好 社會矛盾激化 隨時都有民變發生 但是要鎮壓 又沒有足夠的維穩隊伍 難道要基層幹部 自己拿槍 去保衛政府辦公大樓? 第四個原因 是各級官員都看不到前景 基層官員每天都接觸百姓 一點都不傻 一個政黨深度腐敗 民心進失 還能維持政權多久? 官員心中也有數了 因此樹未倒 胡宣先散 沒有人肯再為中共賣命 顏純歐說 官員有離心 選擇躺平 中央政令不行 疫情仍然持續 農曆年之後 將會在鄉村大爆發 大城市的二次感染高峰 會在3月來到 疫情嚴重打擊經濟 經濟沒有起色 造成社會動亂 中國民間現在正受到疫情打擊 身陷痛苦之中 等悲傷過後 痛定思痛 那時 就是百姓找人算帳 中共各級政府行衰運的時候 現在失業的人還有些積蓄 要等到三餐不計的時候 百姓就會抗爭 中共之後的日子會更難過 澳洲傳媒《世紀報》日前引述該國國防工業消息人士的說話報道 澳洲準備花費高達10億澳元購買高科技水底武器 此舉是為了阻止中共和其他潛在對手派遣船隻和潛艇入侵水域 這名消息人士說 聯邦政府很快就宣布已簽署的一份合同 內容是向一間澳洲武器供應商購買大量的水淚 收購的金額是保密的 但預計會在5億至10億澳元之間 這些水淚可以通過輪船、潛艇或空中放置在水底 可以對經過船隻的升學、持學和壓力影響作出反應 澳洲國防部證實這個消息 說這將會有助於保障海上交通線和保護澳洲的海上通道 一位澳洲政府部門發言人表示 現代水淚可以區分軍事目標和其他船隻 澳洲採購的水淚在鋪設後可以遠程控制開關 因此只有友好的商業和海軍船隻 才能安全通過海峽和港口 據了解 中共已經累積了多達10萬枚水淚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前所長 國防專家詹寧斯說 在中共投入巨資 打造具有遠程作戰能力的海軍世界裡 水淚是澳洲所能採納的明智反制措施 這是一個時機成熟的想法 他認為單靠水淚的威脅 就可以成為對抗潛在對手的強大心理武器 大年初一這一天 中國多地事故頻頻發生 有民眾不幸遇難身亡 1月22日下午3時左右 四川下山的沙灣區太平鎮 墜花谷的一個觀光熱氣球 在升空之後 因為安全性斷裂 導致氣球在空中下不了 之後氣球很快就墜落在山林 有現場目擊者接受大陸傳媒採訪時表示 綁住氣球的鋼絲繩斷了 熱氣球就開始迅速上升 在1,000米左右的高空突然爆炸下墜 而氣球上的人在墜地之前還大聲高叫 當時熱氣球上應該坐了五個人 一個小孩和四個大人 小孩可能已經遇難了 其他現場目擊者也表示聽到爆炸聲 沙灣區太平鎮政府一名工作人員說 有四個人墜落受傷 小的十幾歲 年紀大的四五十歲 事故發生之後 受傷的遊客已經被送院救治 警區負責人已經被拘留調查 對於官方這個說法 中國網民表示質疑 有人說 在千米高空墜落只是受傷 誰信啊 22日 洛山市沙灣區官方網站 就該中事故發表消息 說一人在醫院搶救無效後去世 其餘三人在醫院接受治療 除了上述悲劇之外 河南三門合水利樑樓的下游河道 22日下午發生多人被衝走事件 網上傳出的影片顯示 在黃河三門合大坝下游的河灘 正在玩的遊客被突然上升的河水圍困 部分遊客試圖間水上岸 正隨著水位越來越高水流越來越急 有人趕不及上岸就被水沖走 岸邊有很多民眾圍觀 有人試圖把水裡的人拉上岸 據大陸傳媒《紅星新聞》23日報道 一名目擊者表示 事發地點是一個熱門旅遊地 因為河道岸邊有淺灘和小沙灘 被稱為馬爾代夫三門合吩咐 當天天氣晴朗 來這裡玩的市民很多 下午4時10分左右 河水突然上升 有遊客被困和遊客被水沖走 據報道 事發地點附近有水深危險 禁止落河道的警示牌也有圍欄 但有人破壞圍欄 都在河裡拍照和玩 23日 三門合市應急管理局通報說 截至23日7時 已經救出10名遇匿人士 兩人經緊急搶救無效死亡 另外有7人失蹤 除此之外 河北州口丹城縣一個廟會 22日發生旋轉千秋遊樂設施失控意外 網上傳出的影片顯示 千秋扭成好像馬花一樣 以致千秋失控 離開旋轉軌道 多人撞到旁邊停泊貨車的護欄 有目擊者表示 有人發現意外之後 禁停了設備 周邊遊客立即衝上去把傷者抱下來 之後相關急救等部門到場處理 當地吸水派出所23日表示 受傷遊客已經沒有大礙 事故原因 仍然在調查中 有網民表示 廟會和街邊最好不要玩遊樂設施 這種遊樂設施都是臨時搭建的 完全沒有安全規範 要不就去正規的大遊樂場 相對安全很多 也有人說看來沒錢玩可以保命 2023年 兔年新春之際 大陸網民紛紛透過海外名為網 發賀卡賀詞 感激李洪志大師的救命之恩 供祝李大師新年快樂 中國大陸去年年底疫情大爆發 很多感染者在性命垂危 或者遇到危難的時候 誠心念九字真言 法輪大發好 真善忍好 度過劫難 轉危為安 他們對李大師的救命之恩 感激不盡 據明慧網報道 北京石景山 八角北路 特幹家屬區一位居民 疫情高峰時期 他們家裡周圍的人都養了 鄰居一個月沒有出門 在家旁邊也養了 發燒足足一個月才慢慢退消 他們家裡因為知道大發真相 全部都退黨 知道溫辰是淘汰中共分子的 受到大發的恩賜 全家安然無恙 這位居民感謝李大師的救命之恩 盼望李大師早日回國 恩責天下蒼生 黑龍江省大興嶺一名法輪功學員的家屬說 2022年尾到今年年初 瘟疫大爆發 他所在的單位裡 大多數人都感染了 他也是其中的一個 開始的時候發燒發冷出冷汗 全身無力 當時買不到退消藥感冒藥 家人提醒他念法輪大發好 真善忍好 他就不停地念 第二天就退了燒 他說非常感謝李大師的救命之恩 從此經常默念法輪大發好 真善忍好 哈爾濱市明白真相的一家人 在比明慧網的賀池裡 公祝李大師新年好 他們在賀池表示 所在的市區幾乎90%的人都感染了 大家普遍感到無助 有壓力和恐慌 他們全家也有多人感染 但症狀很輕 他們內心踏實 同時心懷善念和感恩 誠心念法輪大發好 真善忍好 何不保定定州市一位明白真相的市民 在發給明慧網的賀池是這麼寫的 大發師傅是來救人的 世人不理解 還迫害大發弟子 侮辱大發師傅 想到這裡 我就忍不住哭 希望迫害早點結束 迎接大發師傅 早日回過 甘肅省南州市 一位法輪功學員受重傷的兒子 向明慧網發賀池 感恩大發師傅的救命之恩 他說是大發師傅救了他 非常感恩師傅的救命之恩 在這裡供足師傅過年好 天津市一位了解法輪功真相的民眾 在何信表示 他自小就受無神論、進化論、黨文化的洗腦灌輸 思想被蒙蔽禁錮 做了許多錯事 令自己增加了許多業力 但是慶幸遇到大發弟子說真相 令自己明白了 如何才能做一個真正的好人 同時也明白到 是中共邪黨敗為世人的道德 以及中共邪黨對世人犯下不可饒恕的種種惡幸 願中共早日滅亡 他表示 李師傅的說法他幾乎都看過 深信法輪大法系正法 是世人得救的唯一機會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就參與 可不可以 關心 請 可以 送票 有